还好我们在一起 不然你现在 我们后面就会把人家习战 新北市长侯佑怡到板桥新浦国小 视察改建校舍完工情形 历时七年 终于将使用超过四十五年的老旧校舍改建完毕 创下耗时最久的校舍改建记录 完工后的新浦国小 综合大楼将会设有地下停车场 将提供超过四百台汽车 七十台机车的停车需求 是一个老旧校舍 经过这十年大家的辛苦 尤其最近这三年 我们第二期工程花了八点七亿 做了总和大楼操场 还有地下停车场 尤其地下停车场是用自卫行 有417个汽车停车位 76个机车停车位 可以让社区的机民们进来停车 不止停车场 市府也规划综合大楼内的智力厨房启用后 能带给校内三千份以上的营养午餐供应 并将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通学廊道美化升级 市府表示已经在计划校园周边环境的改善 围墙、人行岛、电路箱等等都会一并美化改善 我们总和大楼可以办非常多的活动 所以新埔国小未来可以讲可以让新埔地区的我们的小朋友们 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地方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后期的工程 像周遭的通学校以及围墙 我们即将把它拆除在明年六月完成 还有大家关心的营养午餐的智力厨房 在明年的二月份 玩家期间之前就要完成 让我们三千三百个新埔国中小的同学买 可以适当地提供最有营养健康的午餐 师傅统计板桥区在新埔国小完工后 还有中山国小、江翠国中、中校国中等 正在进行改建作业 并已投入八四亿 要在明年将新北市匣区内十四校整建 两校新设 且会兼顾学生上课品质 以边上课边施工方式 减少对学校师生的干扰 接着明山板桥报导